在中秋連假開始的前兩天 氣象預報說這次連假的天氣會轉好 猶豫了15分鐘 之前一直想附註實現的一個念頭 終於再也無法壓抑 於是我查了住宿地、訂房 踏上這趟武嶺之旅 前一天晚上收拾好行李 中秋連假第一天一早就出發 六點半現在家附近吃個早餐 作為迎接這一場硬仗的開端 這次選擇的路線是從桃園上台七移 接北橫公路再轉台七甲一路向南 到中橫公路後再西上武嶺 第二天則是走蘇花和北移回台北 而這趟旅程的第一步就是從內湖前往桃園台七移 第一個想去武嶺的理由是因為以前的回憶 一次是大學時修的一門課叫做國家公園概論 老師把整個班帶到太魯閣三天兩夜 留下很美好的回憶 而當時的同學 有些人是可能 有些人是確定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了 第二次是家庭旅遊 我爸一直忙於工作 長大後就很少全家出遊的行程 而我爸可能是因為做了多年夜無藥醃酒交培的生活 雖然外表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我爸在我大三的那年被診斷出罹患肝癌第三期 可能是因為這樣我爸想要趁來不及之前 為我們家留下一切屬於我們家的共同回憶 所以安排了一趟環半島旅行 而那趟旅行也的確是我們全家都參與的最後一趟旅行 旅行中其中一個點就是武嶺 第二個想去武嶺的理由呢 是因為武嶺有著優美壯闊的風景 也是台灣公路的最高點 對於本來就喜歡騎車到處去玩的我 一直是一個嚮往的目標 希望有一天能夠自己騎上來 但騎車也十年了 這件事情一直沒有實現 而有的時候 某些機會某些決定 就是來的這麼突然 來到台積椅 這裡果然也是一條有名的跑山路線 陸續看到很多車友經過 到這裡總算是脫離了城市的喧囂 平凡的耗製 氣溫降低 空氣清新 這趟旅程終於有種正式開始的感覺 這樣的天氣不只機車 很多單車騎士也出來了 這趟旅程中 在各個盛山裡都有遇到單車騎士 真的是由衷敬佩 不一會就來到北橫的交叉口 轉進北橫公路 繼續前進 在這裡的萊爾夫停一下喝點水 早上從內湖祈禱這裡 這是第一次休息 簡單喝個水就再度出發 說說我一直以來對橫貫公路的印象吧 就是呢 對北橫、中橫、南橫三條公路 一直有著敬畏之心 究竟是如何憑著人類的力量 開鑿穿過這些高桑的山群呢? 而今天終於清臨北橫公路 路的確很小條 有些地方甚至沒有雙黃線 隨著一個又一個的彎 海拔逐漸上升 呈現在眼前的 就是居高零下才能看見的美景 騎著騎著 注意到天色的變幻 一側是藍天 前方卻是厚重的雲霧 不免有點擔心 接下來的旅途 來到桃園和宜蘭的交界 這趟旅程中 就是在不斷經過這些 充滿衝突感的行政區分界 果然 在往前一震後 早上八、九點的天色 開始越來越暗 我也走入了霧中 走入這趟迷霧之旅的開端 來到冥池山莊附近 旁邊的景色變成了許多的樹木 在這霧中的森林 有種神秘的敬意 雖然有點霧 但還不至於影響行車 整條北橫公路 好像只有我一個人 九份不厭停那條路 有寂寞公路支撐 我是覺得那裡的遊客有點太多了 六月環島晚上走了南回 或者現在在霧中風雨欲來的北橫 更有寂寞公路的感覺 繼續往前一小段後 遇到一樣是CBR150R的車友 沒想到在這樣的深山中 也能遇到相對稀有的車 覺得滿驚喜的 接著一路向下 氣溫逐漸升高 霧也漸漸散去 重見光明 來到中橫和台七甲的交叉路口 左轉是往宜來 往右轉是往台中前進 之前以為台七以北橫台七甲的路線 全部都是七渠的山路 沒想到七甲的前段有著平順的直路 在連續的山路與山路之間 是一個很好的喘息空間 右側是蘭陽溪谷的壯闊景色 騎在這條路上很輕鬆舒適 由於在北橫的時間花的比較多 本來擔心行程會大delay 七甲這段讓我趕了不少進度 而這條路是我從來沒走過的 在台灣生活了快30年 也是拜這趟旅途之次 才有機會涉足從未來過的地方 暫時加入150R車友的團隊跑了一小段後 來到了南山部落 從上次的休息點也隔了有點久了 在這裡停下來上個廁所 時間來到上午11點多 雖然還沒有很餓 但感覺可以補充一下熱量了 簡單買了個貝果和巧克力牛奶 接著在南山這邊的加油站加個油 從台七移入口到這邊 就只有這個加油站 下一個就在台中離山了 所以對於要跑這條路線 油箱比較小的速克達來說 對於油量的掌握真的要特別注意 從台北一路騎過來應該有快200公里了吧 150R還蠻省油的 加滿才加了4公升多 加完油後繼續上路 相較之前的直線 過了南山後又開始有許多的彎 路旁有許多水管 這水管的分布實在有點賽博龐克啊 過不久又進了霧中 本來以為北橫那裡就波雲見日了 這裡又起了霧 實在有點擔心上去武嶺後 霧蒙蒙的什麼都看不見 不過都已經騎到這裡了 當然沒有回頭的打算 邊際不好也沒關係 那就是下次還要再來的理由 過了不久 就通過宜蘭和台中的交界 宜蘭和台中有交界 乍停之下實在有點反直覺 但其實只是因為 我還不夠認識這塊我所居住的土地 迷霧散去 來到7-11環山門市上個廁所 買了一瓶運動飲料 在這裡遇到一群很酷的人 其實剛剛在南山部落也有遇到 他們不知道是一起跑山還是一起旅行 每個人的機車上都裝著外送的袋子 有Food Panda 有UberEat 也有Lalamoo 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呢 再往前一段路後 行政區從台中進入了南投 路線也從台積甲轉進台八線中橫公路 來到台八線88公里處 有人在這裡拍照 我也來拍一下這個888 我這時候才想起來 早上的北橫就是台七線 我錯過777的路牌啦 錯過就錯過的時候等下次再拍囉 反正應該還有下次機會的 拍完照後繼續上路 時間來到下午2點左右 估算一下應該3點前可以到武嶺 通過和關山隧道 就來到中橫和台十四甲的交叉口 往左是花蓮往右是武嶺 畢竟還拔3000公尺的高度 轉動油門所得到的回饋 明顯有變弱的感覺 所以表示武嶺近在咫尺了 想要去十門山 想要去十門山 十門山喔 快急上去到十分鐘就到了 是不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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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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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妹妹 蛤 過了海拔3000的牌子 繼續往上 下 終於來到石門山前的停車場 我終於抵達這趟旅途的目的地了 但這時候的心情其實是很平靜的 我覺得這和寫論文到通過口試的過程有點像 途中的一切磨難正因為一步一步都是自己腳踏實地走過來的 所以可以預期只要沒意外的話一定能抵達終點 心情雖然平靜但還是很開心的 天空是純粹的天然 雲雖然厚但顏色是輕盈的白 既然來到武嶺了就來爬一下山吧 這是荷幻尖山 嗯...看起來太陡了 還是去爬石門山吧 走向石門山步道 750公尺的路 在3000公尺的高度下 心肺好像稍微降低了一擊 路上遇到一位堅持要幫我拍戴安全帽照片的叔叔 欸...是覺得我必須要戴安全帽才上巷嗎? 走上階梯時 想起幾年前家庭旅遊來的時候 爸媽互相搗扶爬山的情景 又想起大學時整個班在武嶺上熱鬧的樣子 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突然覺得有點感慨 有時候真的覺得古代的一些詩詞 寫得精簡又傳神 清善依舊在極度夕陽紅 再走一段終於到了石門山的牌子 很多遊客已經在這裡拍照了 象徵性地拍了幾張牌子的照片 就在旁邊休息 有對很活潑的日本兄弟鬥的遊客們很開心 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遇到很可愛很熱情的一家人 說要幫我和石門山的牌子拍照 我也欣然接受 聊了幾句後才發現他們也來自台北 而且跟我住在同一條路上 外面那條巷子 五分社區 對 我以前讀南風高中 都是大門廣的 對面那條巷子 那魏爸爸還很開心的拿出駕照 跟一對地址 我也拿出身份證 只能說 緣分真的很神奇 住在兩三百公里外的同一條街上 行動末路 在海拔三千的高山上卻偶然相遇 對 看你那三個 對 這個主象 對 學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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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次 我79 學長好 比兒子還大 我兒子八二 八二 不記得我幾歲 八二 我幫你算 你大概十二吧 哈哈 他們還很熱情的和我補照了一張 我還要把他拍照 好好好 跟我拍照 來來來 好 要出兵 要出兵了 真的 有緣 真的有緣 好 好 慢走慢走 OK 拜拜 拜拜 坐了一下享受武嶺的空氣與風景 放空 享受當下 時間是快三點半 當天晚上會去花蓮住宿 差不多該下去了 免得晚上還要騎山路 拜拜 好 去爬山吧 去爬山吧 拜拜 在停車場和那家人道別後 往花蓮方向出發 走每一小段路才意識到天上的雲不只是雲 而是綿延到遠方視線鏡頭的雲海 忍不住就停下來拍了照 牠幫你拍一張嗎 我說幫你拍 不用 不用 爬山路 朝圓 你怎麼了 一 我等下下去花蓮 我是想要搭去台東喔 哇 這個好遠喔 好像來不及喔 要去應該八九點了吧 對 可能會有點晚 有點遠 所以等下降完油就趕快轉 喔 而雲海越美 迷霧就越濃 當海拔逐漸下降到雲海之下 那些曾經美麗的景色 就變成眼前的濃霧 不只有霧也開始飄起了雨 在霧中 我跟著前方的兩部機車 帶頭那位閃著雙黃錦石燈 這樣跟著前進省力不少 當他們停下來休息的時候 還有問我OK嗎 真的相當親切 這一路上 遇到一些車友和旅客 有些有簡單的交流 有些可能只是比讚點頭之一 有些只是短暫同行或擦身而過 雖然這是一趟一個人的旅行 卻有可能比結伴成行的旅程 有著更多的人際互動 也許是暖心 也許是驚喜 穿過最後的迷路 來到泰魯閣的天響 進行最後一次的休息 接下來就是要前往花蓮市了 泰魯閣峽谷 以往急急車來 大都是早上 在傍晚時分 騎在這條路上還是第一次 傍晚的泰魯閣 兩旁的參天峭壁 更有莊嚴威嚇的感覺 不過因為從早上到現在已經騎了一整天 所以沒有多坐停留 想趕快到輕旅休息 一邊騎著最後一段路 一邊在腦海裡回想今天的種種遭遇 從台北一路下來 從霧裡穿進又穿出 和車友、旅客間的互動等等 這些關於這趟武嶺之旅的美好 在心中又塗上一層記憶 而這些記憶 會成為以後想再次造訪的遊因吧 還記得出發前和同事聊天 告訴他我的行程是騎到武嶺 然後下花蓮住一晚 隔天蘇花北宜回來 他問我說 那你這樣都沒有玩到 都一直在騎車喔 我回答 你可能有點誤會 騎車的過程 就是在玩 超好玩的